最近小花鵝去了脫斑脫蜜 所以面上有很多一点一点的东西 等它结了一朝它就会自动好 首先我现在一些比较敏感肝草的天气 我会噴玫瑰花水来做爽肤水 啪啪啪啪啪啪啪 接着我会用这枝Loreal Yanko的眼霜 塗在眼上等待眼妆就不会有眼纹的出现了 接着我会用Benefit的最新的底妆套装 首先我会用这枝它的王牌底霜 我觉得这枝王牌底霜是很好用的 它塗在上面之后很滑 而且有控油的效果 而且还可以遮住毛孔 接着我会用它盒里面的这枝粉底 它的质地比较保湿 我通常都会在手背那里推开它 然后再拿刷上粉底 然后我就会用这一盒 在盒里面的遮瑕 上面就是比较偏黄的 偏黄我通常就是用来遮瑕眼圈 我会用一点肉色来遮瑕眼圈 而下面肉色就可以遮瑕其他点点了 最后这个底妆最后部分 我就会用这个刷 点一点碎粉 然后就平均地刷在上面 又或者喜欢的话 也可以用自己的刷来上 然后我就会用这一枝 ELF的Studio Line的眼睛打底膏 其实平时都可以用的 因为可以遮瑕眼圈 然后我就会用这个 Physician Formula的狗色眼影 将浅色珠光的眼影 就覆盖整个眼窝 然后就会用咖啡色的眼影 从眼中到眼尾就刷一次 不用很大范围 好像一条线这样拉长它就可以了 然后也会利用剩下的一点点眼影 就拖到这些轮廓的位置 去加深轮廓的 然后我就会用黑色 又或者一个很深啡色的眼影 就由眼尾的位置开始拖长它 我就会用一个扁平一点点的刷 用黑色的眼影就刷在眼尾 作用剩下的都是加深的双眼皮 又或者轮廓的 最后我就会用完头刷 去混合眼影的颜色 然后我就会画眼线 首先画了一条内眼线 然后就画外眼线 其实今次这条眼线的重点就是眼尾 其实今次这条眼线的重点就是眼尾 眼尾不再刷下来 就要画上去 好像一个扁这样扁上去 不要忘记眼头 好啊 接下来就画眉了 画眉呢 记得画完之后 要用一个扁平 扁平 然后我就会用一枝 ELF的眉膏 将眉毛的颜色调浅它 然后就会用一个有白色珠光效果的眼线笔 又或者眼线膏笔 就在这个下眼皮和眼头的位置画 然后就会用黑色的眼影 今次就不用眼线笔了 就会画一个小三角形在下眼尾那里 然后呢我就会用Benefit的这一盒 是最新的彩妆套装 那里面呢还有一个镜子 然后呢里面这一枝呢就是highlight 它highlight的掃的设计呢都很方便的 那只要哪一度想突出哪一度想highlight 然后呢就点下去然后搓匀它 这样就搞定了 然后就会用它的黄牌产品 就是胭脂水了 这一枝胭脂水呢 画三下然后立即出 那就会有一个很自然的白雷透红的效果的了 然后呢就会用它盒上面都有的胭脂粉 就轻轻地扫一扫 然后就夹眼睫毛 再塗完我很喜欢的MJ睫毛打底膏 这一枝呢就是我最新的睫毛液啦 那一枝呢就是Benefits的Tierreel的睫毛膏啦 那一枝呢我最喜欢它的刷头前面呢 就好像海胆那样 那对付一些呢呢 比较短比较小的眼睫毛仔呢 都很容易搞定 那这一盒呢簡直就是我近期最爱的 就是Benefits的一个润唇膏啦 其实呢它塗下去有润色的效果 而且还防曬 彩天 我們是小鋼泡 還不是一樣 還不是不同 你看多不同 我們是小鋼泡 我不用急 我們是小鋼泡 不同的 真的不同